好的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大同大學的旁邊 我剛上線,現在是4點...4點幾分 我看一下,20幾分? 喔,20幾分,26吧 好,那麼,呃... 我今天呢,就是... 呃,要這個一樣啦 我的低標15湯,我就把它逃出來這樣 今天晚上,我相信天氣應該會不錯 因為呢,雨呢,都在早上跟中午下完了 現在呢,天上有薄雲啦 但是我覺得天氣不錯,還出了個小太陽這樣 所以我覺得,今天晚上我要順利的 跑完我的低標15湯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不過呢,今天出門前呢,我老婆跟我小聊了一下 給了我一些新的看法,新的想法這樣 喔,所以我有點想拼拼看喔 看今天有沒有辦法完成30湯,直接拿到燙獎 然後呢,明天就休息 哈哈哈哈 其實是這樣子啊,我老婆說喔 既然我燙獎都降低了 那為什麼不乾脆在兩天或是一天 就直接拿到燙獎之後呢 剩下的時間就可以休息去做其他的事情 啊,就不用每天呢 都出來這個,跑這個最低標 然後在那邊追燙獎 這樣子追得太辛苦這樣 而且呢,我有其他時間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其實也是好的,為什麼呢 因為我偶爾會有破病 會有這個家裡有親戚找 因為我們家其實是 大家長是講說 固定每個月一定要聚一次餐 那我聚餐的時候,我就一定得就是 就是出席參加 所以就不能跑嘛 這樣子 那我要是這個燙獎 反正現在,燙獎的這個數量降低了 那我乾脆就是兩天一天完成它 那就有多的時間 那就不用煩惱說 我去參加這個家族聚會 結果呢,燙獎跑不完的問題 這樣子 而且燙獎也都有拿到 那我老婆這樣一講呢 我就覺得,欸有道理耶 哇 我就決定了 改變我的作戰方針 這樣 所以我決定就是到八月底 大概就是按照這樣的思維模式去跑 那我目前確定大概就是 已經確定了啦 就是二五 禮拜二跟禮拜五不跑 因為我禮拜二跟禮拜五的業績都會比較差一點 那我就二五確定不出門 這樣 然後盡量 剛開始我是想說 先拚拚看 拚這個禮拜三禮拜四 跟六日一 把這個燙獎拿到 先看看 要是狀況不錯的話 說不定我就可以改成 直跑禮拜三或直跑禮拜四 把週間燙獎拿到 那麼 假日的話 就直跑禮拜六或日或日或一 或甚至一個禮拜一 就把燙獎全部拿到 大概是這樣子啦 大概是這樣子的想法 但也不知道怎麼樣啦 不管 反正 既然有這樣子的想法 那我今天就會 一樣回復到原來的 就是我會 以沖燙獎的角度去去沖 那也就是三公里以下的單才接 三公里以上我就放棄啦 這樣子 好啦 現在反正就這樣子玩玩看啦 好 各位朋友 我在這個 新光三院 南西店三館 沒有錯 我呢 才剛騎到這邊呢 馬上就接到一單 而且這單是大單 為什麼 肥單 這單才送送總共一公里 然後呢 84塊錢 那我可以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一單 這一間 這一間 這間要上七樓去 去拿 那其實 蠻多機車的司機其實是不太願意 然後他們就直接棄單 對我來說沒差 看到嗎 我的車停在那邊 哈哈 騎腳踏車的優勢 好了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林森北路某條巷子裡面 沒錯 剛剛那張肥單 已經送到啦 真的還蠻 覺得還蠻爽的啦 這樣子 感覺很好 我現在呢 就是 要再去這個 老地方那邊等 因為今天真的就是 要沖燙牆 把湯汁沖沖這樣子 第一標15趟啦 那可以的話 看看有沒有辦法沖出30趟 試試看 試試看 那麼 慢慢往老地方前進啦 好 那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這個 明泉 明泉西路 的旁邊 我剛剛送掉手中的第二單 其實這個接第二單之前有一單我是把它鋸掉了 因為它3.6公里 那我後來接這單才2公里多 這樣 2.3 2.4吧 50多塊錢 我覺得可以啦 就把它接起來了 這樣 反正我現在也沒什麼單嘛 沒有單就加減接咯 這樣 但是超過3公里的我就放棄 這樣子 那現在要趕快趕回老地方 去那邊等 這樣子 今天我把我老地方把它 往前挪到那個星光三越附近 因為 看起來目前 呃 星光三越附近的單好像都沒人想要說 因為我剛 呃 幾張單都是那邊的單 然後 以往在那邊看到的一些那個 外送夥伴 好像都沒有在那邊 聚會 呃 看來大家今天應該是 呃 可能沒有想出來跑 不知道 呃 但是 等單點沒有看到他們 當然有可能他們 都接到單 都是跑單了 這樣 可能吧 不知道 反正 我用這樣的判斷 今天附近的肥單可能會多 我用這種想法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要專心過馬路 欸各位朋友 你們有看過這個 你們有看過這個牌子的車嗎 大盡 這還是已經秀得亂七八糟 應該是不行了 但是 這應該不是台灣的廠商吧 上面寫30cc助力自行車 那應該是中國的 現在這個是絕對不可能上路 這種 想要從中國弄這種的就不行 因為它屬於油車的一種 欸 單來了 1.1公里 40塊 加錢 加錢 好啦我要去取餐了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大龍街跟蒼奇街交叉口7這邊 我剛剛把手中最後一單送掉了 六點完成了六趟還不錯 今天這個系統 這個還蠻友善的 基本上來說 這六單算是 也不能算無縫 因為中間還會等個幾分鐘 一兩分鐘 那我現在打算在這個大龍街蒼奇街這邊等等看 等個幾分鐘看看 五分鐘 還沒講完 但已經來了 看一下 喔 明圈山麥當勞2.5公里 59塊 沒關係啦 加錢接 3公里以內 我都接 好啦 去收餐了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 這個 中華路 跟開封街旁邊 這個旺角石頭走過這邊 我剛剛送一單那個巷子裡面這樣 那現在是7點49分 我跑了14趟 那現在接下來再等 等看還有沒有其他的單 那我決定在這邊 在這邊等個五分鐘 然後 其實捷安特這一台 就是來跑外送餐是不錯 不過他的電池是稍微有點小 可惜 不然其他的輪徑啊 還有就是他的這個前後軸 這個軸徑啊 也就是OK啦 在這個人群之中鑽來鑽去很方便 又不怕滑倒 那這麼矮其實也不太怎麼滑 那我這個大輪的我就很怕滑倒 哦 好啦我剛剛講等個五分鐘 等五分鐘看看萬華這邊有沒有單 啊不是西門町 有單就接一接 今天齁 就我剛剛有講 就今天沒有無縫 哈哈 跑了就也可以 我覺得還可以 等吧 好各位朋友 我剛剛把手上兩單送掉 因為那兩單送同一個地方 還蠻爽的 我就喜歡這種單 金額也不錯啊 70多塊錢 靜靜的 從西門町這邊 不能講哪邊 哈哈哈哈 好我現在在橫陽路跟這個 中華路交叉的狗 這樣 好那個是這個阿邦 唱歌的是阿邦 好現在是8點10分齁 那我現在已經跑了16趟 那我決定在這邊 再等個五分鐘 看看還沒有這個單 沒有單的話 可能我今天就跑這樣就好了 就16趟齁這樣 因為其實也快9點 我呢就是 等到9點 要是等不到4趟 我覺得也還蠻吃虧的啦 不能講吃虧啦 就是有點無聊 好啦不管 我想先去買一個那個鳳梨湯喝喝 好各位朋友 我在這個成都羊桃冰 我已經喝完我的羊 那個 不是羊桃汁 鳳梨汁了 8點21分 剛剛有一單啦 但是超過3公里 我就沒有接啦 所以 我決定再等一下 再等個5分鐘看看 看有沒有就是近一點的單 這樣子 好的 現在其實是8點22分 其實只過了1分鐘 這樣 那我後來想想 決定還是 這個回到那個老地方 台北車站那邊去晃一晃 到那邊去等等看 這樣 所以我就離開 離開西門町啦 跟西門町熱鬧 超多的外國遊客 然後還有那個直播 那個直播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東西啊 直直播主啊 是不是 在那邊跳舞 宰歌宰舞 實在是 充滿了活力啊 好 那我過馬路啊 好的 才剛過完馬路馬上接到一單 所以我現在要衝到成都路去了 實在太好笑了 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這個 成都路這邊 這邊齁 然後 沒錯 我現在等 我現在等餐啦 我剛剛非常開心的 跑進去之後呢 店員跟我講說要等16分鐘 不然我說 算了啦 反正就給它等一下吧 反正也沒單這樣 那就把它等個16分鐘吧 超搞笑的 不過我剛剛看一下時間 這個餐點拿到 然後再送到 我差不多可以滾蛋了 我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好吧 繼續等啦 好的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西門町 不對 這裡是俄眉街 俄眉街一個巷子裡面 好像 其實也不是俄眉街巷子 就是俄眉街 好 那麼我剛把我所終最後一單送掉 其實是兩單 因為我剛在等那個 等那個15分鐘 等那個15分鐘的時候 又接到一單 所以我今天就完成了 完成了18單 18單這樣明天就很好說 明天跑12單就可以滾蛋了 那現在是9點 9點 所以我是決定 我就 我就不掙扎了 我就回家了 我也好餓喔 因為我剛在那間 忘記了店餅 我真的在那邊等餐的時候 他們在那邊煮東西 好香喔 然後一直烤東西 超香的 烤了 肚子超餓 好啦好啦 廢話不多說 準備回家